好,Focus还是留在美国 南加州上周日开始下了创纪录的好雨 洛杉矶这个城市一天降了年雨量75%这么多 而且发生380处的土石流 那么这一波的暴雨不只是南加州 还有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 加州人常开玩笑说 加州有三季,野火、地震和烟水季 现在正是加州的降雨季节 南加州洛杉矶上空的大气河流发威 降下创纪录豪雨 从周日开始洛杉矶超过380处发生土石流 这名住户在睡梦中浑然不觉 土石已经冲进家里 加州南部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都受到这波水汽影响 3000万居民受到大水威胁 光是6号这一天 洛杉矶就降下75%的年雨量 高速公路旁的山坡下滑,树木石头堆积路中央 险下还生 一名男性驾驶受困大水中 站在汽车前盖上求救 另一名男性为了抢救宠物 跳进湍急的河流中 救难人员出动直升机吊挂 成功救出人和动物 去年8月 希拉蕊飓风袭击加州和墨西哥湾地区 是84年来首个登陆加州的热带风暴 6个月内又迎来了这场致灾性的豪雨 居民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威力 四号在洛杉矶举办的葛莱梅奖 也被豪雨搅局 获得最佳流行个人表演和年度制作奖项的歌手 麦丽希拉 差点因为暴雨塞车而赶不上领奖 这波水汽也让内华达州的山区降下大雪 轿车只要暂停一下 立刻被后雪覆盖 必须有人帮忙残雪才能脱困 民众要走出家门 也得花一个小时残雪 暴风也带来强劲风势 造成当地不小的灾难损失 不过当地的学生可开心了 一早起床就收到学校大雪停课通知 大家立刻换上雪衣到雪场集合 雪剧出租业者也忙着为雪板打蜡 调整好雪靴 准备迎接周末的滑雪潮 同样是极端气候下的受害者 智利中部2号发生最致命的野火 延烧两个观光城市 至少造成131人死亡 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科学家认为声音现象 加上风势的助长 是智利野火凶猛难挡的主因 极端气候加剧 肆虐美洲大陆的飓风威力 也越来越强 美国气象专家就提出 要将沿用半世纪的 五级飓风分级制增加到六级 风速达到每小时308公里 就列为六级 让民众能更加的警惕 TVBS新闻总和报道